马来西亚的顶级榴莲品种猫山王 近期被跨足农业的房产业者大规模引进台湾 由于营养丰富以及独特的浓郁气味及口感难以删债 也让号称水果之王的榴莲在台湾也有不少爱好者 因此台湾房产业者特别与马来西亚种植管理业者合作 运用共享经济的理念来认购榴莲 降低投资农业的高门槛 同时揭露潜在天灾汇率风险 切开榴莲露出金黄色的饱满果肉 这是来自马来西亚的顶级榴莲品种猫山王 香气逼人口感绵密细致 业者同房地产业跨足农业 进军国际的水果投资市场 去年泰国榴莲在中国电商平台铺货8万颗 一分钟就玩销 以目前中国大陆的人口吃榴莲的人口数 差不多断不到百分之一 我们看好猫山王未来在大陆的市场 因此我们将冒山王引进台湾 山入马来西亚发掘潜在市场 榴莲在香港曾一颗要价2000港币 是台湾四倍的价格 不过榴莲的营养价值独特口味 中国无法山寨等等的特性 让业者看好商机 更计划把投资门槛降低 让更多人前来参与 我们把投资的单位缩成一棵树一棵树 为一个计价单位 那目前我们一棵树的计价是台币 大概11万左右就可以投资 它的一个投资的期间是30年 一年的投报率还有高达20% 我们选择的这个榴莲的种植的地方 就是猫山王的发源地 业者开启任工马来西亚单颗榴莲树的商业模式 提供民众另类的投资管道 业者表示每棵树都有GPS定位坐标 投资人可以随时检控榴莲树的状况 不过在希望投资获利的同时 也揭露可能面临的潜在风险 那农产品呢 它基本上就是会担心的 就是会有一些天然灾害的发生 因为我们的投资是在海外 那我们一律是以麻痹计价 那汇率呢 其实也会算是一个风险 虽然马来西亚已经是较稳定的种植地区 但长期投资农产品的天灾跟汇率的变动 仍然是不可忽视的风险 最后李明杨科斯安台北报道